现在天气越来越热 在夏季我们在养护蝴蝶蓝的过程中呢 有两件事是坚决不能做的 要不然的话你的蝴蝶蓝不是烂根严重 就是只剩空盆 那么是哪两件事不能做呢 首先第一件事呢 就是给它施这种水溶性的缓氏肥 这种缓氏肥的话 在夏季高温高适的时候呢 它释放养分的速度特别快 这个时候你的蝴蝶蓝的生长速度又特别慢 它吸收不了的话呢 就很容易造成肥害 伤根烧苗 想要在夏季补肥又不知道用什么肥的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长效膜肥 高凝环式肥 既能够补充生长所需要的各种养分 而且呢它不受水分和温度的影响 完全不伤根不烧苗 夏季冬季都可以放心使用 第二件事就是不能浸盆 蝴蝶蓝如果用水苔栽种 那么我们如果直接给它浸盆的话 会导致水苔吸收非常多的水分 盆土呢长时间干不了 就很容易积水难根 难根严重 根系受损严重 植株呢自然就无法顺利的跃下 所以在夏季养护蝶蓝呢 这两件事一定不要犯 而且呢 我们还要保证养护环境通风透气 并且不要强光直射 这样它才能够顺利跃下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